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佛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是我们这几天 这一系列话说师父 应该是要告一个段落 那么所以想了一下 我想再把我看到的师父 譬如说我看到眼睛已经看不到的师父 仍然在写一笔字 当然在两年前 大师在有一个脑部的手术 之后再写 又不一样 那师父从一笔字 然后到这个脑部手术之后 再写师父称病后治 这一些呢 你看到了都会震撼的 就是师父把佛法写入 然后用一笔字 这个就是再去红法 那么师父在写字的那个状态 为什么叫一笔字 就是因为眼睛 因为糖尿病的关系看不到 所以 但又还是有人来向师父所取字 师父也希望写写字给大家鼓励 传递一些佛法 所以当他提笔在写的时候呢 要一气呵成 如果中间呢 这个笔啊 提起来 就是找不到那个衔接的点 那其实呢 有另外一个高难度的就是 其实因为那个字要写下来 那么站在师父桌子的对面呢 是要有一位徒弟呢 拉动那个子 那拉动的速度 所以子是在走动的 然后字也在走动的 这个中间怎么配合 哇这个各位没有现场看到 是难以想象 但是在师父这段时间 其实有一件事情是一直进行的 那就是佛陀纪念馆的建设 那当然佛陀纪念馆的建设 就从师父大约还可以看到 到见好的时候 师父也就是看不到 所以我看到那个 如常法师用手机赶快拍下的 那个瞬间 就是师父是用手去摸 这个蓝巡也好 这个就是说一笔字 雕刻在墙上 等等这些画面 所以既然这佛陀纪念馆 是有眼睛从看不清楚 到看不到的师父 然后去监督指导 然后建设完成 所以都是很多不可思议 难以想象 那么包含师父写文章 当然过去师父冻鼻血 然后到 因为就是眼睛也不好 同时手会抖 师父实在是太操劳 过去师父一年的行程 要绕地球飞 要飞三圈 各位不要以为大飞机很好玩 我略略尝了一点这个滋味 就是一个星期要这样来回来回 这样每天这样飞 各种滋味 我们当有人说 哎呀 不凡是你很辛苦 我听到时候 我这个泪光会闪一下 不是为自己 我想到我的师父 那种辛苦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我们算什么呢 就那么一点事情 再走那么一回 就说一下 所以当人家讲我们辛苦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师父 我们就是因为 看师父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也不敢停歇 就尽可能我们能够做什么 这样子 那么就像我说 师父 比如说师父著作等生 当然过去提笔写到 后来用口述的 那么 师父口述文章 所谓出口成章 这个功夫还真是 各位也应该没见过 比如说大师到 当时我在多伦多 师父来的时候 大概早上六点左右吧 这逝者 当时随行的逝者 一起到多伦多来负责记录的是 满意法师 道意的意 那么 我看他因为我们挂单同僚房 但他睡在地上打地铺 没地方 记一下 他大概时间一到就很警觉 翻身坐起 然后说师父起床了 然后他赶快要好快的速度 我要跟着跑一下 果然师父的门就开了一个缝 他就抱着电脑赶快准备 然后师父就 就说今天 就提供当时在写迷雾之间的文稿 出门在外 一次都要写好几篇这样 那师父呢 就站起来 这个房间很小 这样稍微走动一圈 就绕着这个小茶几 走回来 坐下来 开始 开始读文章 然后满意法师 他们 这个书记室的这些 我的师兄们 他们学问又好 文笔又好 还要跟上师父的速度 那个打字速度很快 到打完 然后师父就说 念 满意法师就念下来 然后师父就说 第二段 这个第一行的字 改怎么样 会顺一点 然后第四段 那里怎么样 师父是 眼睛是看不到的 全部都在他的 这个心田 所以他知道 这边 这边 然后师父就 就说 多少字 因为 人间福报的这个专栏 那个 大概就是 八百到一千二 左右 这样 有点弹性 那满意法师就说 师父的 这文章 很准的 就大概都一千字上下 这样 然后电脑一看 哦 多少字 然后不是一篇 然后来 再来 第二篇 然后第三篇 这样 就一口气 而且 就说 所谓的出口成章 我们 就要修修补补 就三改 这些 师父这样念下来 大概就是师父讲的 哪一段那个字 调成另外一个 就这样子而已 那就是我们看到的 一套一套的书 到现在 师父的全集 像这些 都 包含 师父指导那个 编辑大词典也好 大藏经 大词典 因为编辑部在 早期在福山市 那 我没有看到 但我看到是大藏经 那 这个编障处的 我们的师兄 就法师们呢 带着 哪一侧 哪一侧 这些原稿 然后贴了很多很多的 那些纸条彩色的 然后 当时我在台北道场 任职 早上一早 师父用早餐 我们也去跟师父请安 陪在旁边 然后呢 就看到师兄们 这编障处的法师 带着这一点一叠的 我心里想 不会吧 就是 这样子怎么指导 我这是很难以想象 但是他们 他们的方式 跟师父的那种 请师父指导的方式 就是说 这些编 就是说 藏经要分为几部 分几类 几大类 然后再 依据哪里的资料 去做重新的修订 种种 师父指导的 所以当他们 一点一点 他们在 是这样 比如说 他翻开 念一段 然后说 师父 这个我们已经 想破头都已经顺不了了 那个 然后师父 听他讲 重新讲一遍 就顺了 然后就说 师父 这个资料 这边宋朝的是怎么样 唐朝的是怎么样 这样 师父就讲说 是哪一个 就说 师父马上 他们提出来的问题 全部都是比较是学术性的 这样 但师父就马上直接 这是太难以想象 就像 在写这个 我真的讲都讲不完 我是说 我们是 真的是文学的师父 是教育的师父 是 是真的 是国际的师父 很奇妙的 一个人的能量 怎么能到达到这里 包含我说 师父 即便眼睛看不到 师父的一笔字 没有停过 但其实是很辛苦的 有时候 师父手痛到 痛到 像有一次 他不舒服吐了 发生什么事了 师父说 手已经痛到 不能忍了 这样 但是一样 包含病后 还是一天几百个字 这样练 总之 我想 我们从师父的身上 看到的就是 那种一以贯之的 那一种异力 包含待人 对人 像师父现在 几乎见到 大家不同的对象 还是讲 祝福你 谢谢你 谢谢你 祝福你 都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师父 因为是太丰富了 这并不是说 因为我在佛光山 所以我这样子讲 各位想 就是说 佛光山有一千多位 出家的弟子 跟随师父 然后也有很多的 我的师兄们 非常优秀 但是 大家都这样子的 心悦诚服的 这是 都是这样 追学师父 感谢师父 我觉得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所有 各位看到 我们在各地所做 其实我有很多 是没有详细讲 比如说 一个电视台怎么成立 一个 无所大学怎么成立 这个报社 一个人间福报 这是每日发行的 那么这些种种 其实都是 难度很高的 但都是由师父 在支撑着 指导着 这样 就是一个人的能量 怎么有办法 做到这样子 所以我想 我还是希望我们 早安佛光的菩萨们 如果你有缘看到的话 应该多一些 去认识佛光山 你要认识 人间佛教 当代佛教 未来的佛教 一定是人间佛教 你要认识 人间佛教 你就不能不提到 佛光山 但是你要认识 真正的佛光山 你必须要先认识一个人 这个人就叫 幸运大师 我们的师父 那么总是 借着这段机会 这几天跟大家 虽然有一点 那里那扎这样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不是个人的崇拜 不是 实在是讲 世间上少有 这种能量的人 那我们只是非常珍惜 何其有幸 就是真的我们最大的福报 就是我们可以跟着 我们的师父这样子 我们当然是出家了 那各位是在家学佛 能够得遇这样子的大善知识 我只是觉得各位要珍惜 要珍惜 最好的珍惜是什么呢 就是依教奉行 不管你是在视频上 有大师讲座的录影 教学的录影 或者是您阅读大师的书籍 您就在跟大师接心 大师一直在讲着 我们要回归佛陀时代 在我心中 师父真的是佛陀在来 佛陀无数次的来到人间 点播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也要看得懂 千万不要当面错过 总是很谢谢大家 这些天来的陪伴 让我也可以在这里话说 师父跟大家分享 我们继续学习 真的有典范在前 那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我们一定要跟随着 好好的学习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